昨天晚上的一个消息 真是对我当头一半 跟我朋友打电话 他说美国取消了26个航班 相信这个消息 大家也都看新闻 也都听说了吧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签证 资料已经递上去两个星期了 到目前为止 一个信件也没有过我们回复 所以说现在这种局势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这两天心情也确实有些低沉 国内我们开封也封了 目前还没有解封 我是发现人生 越是想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越是适得其反 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不愿意去想 种种关于回国的事情 来给你们欣赏欣赏公园的大好风景 所以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出来山残部 一个人享受寂寞的时光 我觉得挺好的 姐姐压 是不是 我在这呢 吸收新鲜空气 看看这野果 不知道这是啥 就像那小苹果一样 红红的 生活嘛 一地鸡毛是常态 就看怎么去对待了 我们在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不来的时候 我们就放平心态 顺其自然 对不对 看得云彩多美 我心态比较好 每当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总是很堪厌地对自己说 一定是在为下一件好的事情做铺垫 所以我们把每件不好的事情 都当做人生中最美好的事情的开始 这就是你们的安闲 哎呀看看这颗果子都黄了 看到没有 都是黄色的 好像那小苹果一样 这几天野天天跟我父母视频 然后呢 他们也说你别着急回来了 你别再等一会儿急受个病 看这儿有好多孩子们在这儿踢足球 我们给安森尼抱的那个高尔夫 到下个 哎已经是9月了 到9月6号就开始了 高尔夫结束之后 打算让他回去再继续学习游泳 想让他在游泳这方面去发展 我觉得儿子蛮有天赋的这一块 他在游泳这块也锻炼了三年了 锻炼老师教的 所以他游泳现在 还是蛮好的 有潜质 足球呢他也练了三年 但是介于现在不是 眼睛有点近是吗 他跑起来 老师废斥 所以让他把足球这块给放弃了 篮球呢 冬天学校会有 这个学校组织的这个篮球课程 这小孩呢 这就是他们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 就是足球班很多 在美国就是小孩子从小都 叫他们体外活动很多 篮球 足球 棒球 橄榄球 女儿呢 本来咋算是要给他送到学校呢 但是呢 他爸爸不愿意 说现在不能打疫苗 害怕有什么意外发生 那就在家给他请了一个私教 教中文的 他还蛮喜欢的 有些朋友说 安贤 这你都是中国人 都可以教女儿学习中文呢 哎呀我也想教他 但是呢 这个妈妈教跟老师教的不一样 他在妈妈面前 他觉得他就是个小宝宝 小孩子 他有的时候他使性子 但是老师呢就不一样 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也害怕老师 老师一说让做什么 那必须立马去做 但是父母叫做什么 都有点逆反心理 这就是孩子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给他去找一个中文老师 一对一的去教 一个星期两次 一次半个小时 所以对于孩子们的教育 我一直是主张 他们第一 把身体 锻炼好 体育这一块是 必须放在首位 为什么呢 有了健康才可以谈未来 没有了健康 一切都是空谈 其他的学习方面 我们也尽量去给他们 嗨 我们尽量也去给他们 创造有利的条件 让他们 有好的学习环境 然后呢 有一个健庄的体格 那就会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 安闲的性格 大家也都了解 什么事情 都是往好了想 往好了做 至于结果如何 那就顺从天意 那个地方环境很好 我们都在一起 走一走 好 我可以让孩子们在这儿 那不能安闷自己在这儿 太危险了 谁的生活 不是一地鸡毛呢 只是 有些人 愿意说 有些人 不愿意拿出来说 我们自己知道就可以了 永远把自己处在 从容 淡定的状态 爸爸追女儿了 他俩比赛呢 在那儿 女儿跑得还挺快 他也没有 对 是 不就是 老是 我 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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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